现在是2009年7月 距离大学毕业刚好一整年 最近Vlog的新期 让我突发气象地想要回顾一下我的大学生活 于是就有了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个视频 当我把这些照片拼凑在一起的时候 过往云烟就像是一阵阵连动起来的影像 把大学四年浓缩成了一部最长的电影 前几天看到了两年前 麻烟电接了时光胶囊 我曾经以为丢失了的视频 再一次呈现在我眼前的时候 我才下意识地反应过来 已经毕业很久了吗 大学的时候每次拍片子 总会留下这样那样的遗憾 现在想来 毕业好像也留下了很多遗憾 也还没有和喜欢的人好好道别 也还没去做那些一直想做却没来得及做的事 毕业这一年换了不少工作 遇见了很多新朋友 也走过很多陌生的地方 我曾经在留言里写 世界仍是一个等待我成熟的过源 但有时候又会觉得成长是一件很扫兴的事 电影后部尤其里说 听过很多道理 也让过不好这一生 庆幸的诗 能够看到彼此的改变 和这个世界交涉的你我 和这个世界交涉的你我 也会一起慢下脚步 7月南方进入雨季 我所在的城市下下恋了很大的雨 闲暇无舍和朋友聊起他们的近况 他们说 这个夏天快要过去了 红海的冲浪手 他决定去海边 冲浪手你什么时候来海边 我现在在四川成东 然后在复义 其实之前在北京工作的那段时间 让我思考了很多东西 最后我得出了一条结论 梦想和开心都要共存 但是我觉得开心应该是大于梦想的 有责任感有奉献的青春 才是我所追寻的东西 哈喽现在在机场 然后还有四十多分钟准备登机 给你看一下了 我机场真的很小 然后因为工作原因嘛 只被外派三年 还是有半年没有回家了 挺想家的 下半年我的冤枉就是 能快点回到祖国的怀抱 拜拜我登机了 好不担心喔 有的夏天都快过完了 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做 对啊 好像就只是跑来跑去 什么事都没有做 但是总是会留下来是什么吧 留下什么 我们就变成什么样的大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